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 情恨生生不息 真实记录 记录真实世界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凯比努尔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看新疆卫视的纪录片栏目 真实记录 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而意味着相爱的两个人从此可以生活在一起的婚礼 则是每一个民族文明繁衍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古至今婚礼的仪式在变 但是人们的爱和祝福没有变 今天的新疆味道 就让我们带着您去欣赏婚礼上的美食 从喀什嘎尔向西南方向眺望 就是由万山之宗世界乌籍之称的帕米尔高原 塔什库尔干是高原上的山鹰之乡 中国绝大多数的塔吉克族都生活在这里 在瓦尔西迪村 妇女们聚集在一起 正为姓郎阿里府下的婚礼 制作一种传统典心 鲍尔萨克 婚礼上的鲍尔萨克必须由长辈制作 由于面粉里加入了大量酥油和糖 会越揉越吃力 每年十月帕米尔高原上秋高气爽 牛羊肥状 塔吉克人认为这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 塔吉克族人的婚礼热闹而隆重 包含着很多年轻人们都说不清楚的习俗 整个婚礼却有家里的长辈和邻里相亲来操吃 揉好的面团被揪成小块 在粗口筛子上挤压滚动 印出许多方格图案后 放入油锅炸至金黄 香脆可口的鲍尔萨克 是塔吉克婚礼上必备的食物 女人们要准备400个鲍尔萨克 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穆雷县 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 为了儿子的婚礼 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 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 准备工作必然是杀鸡宰羊 宅菜洗菜 人来人往热热闹闹 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夫人 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 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 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 借着这喜事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 而对小辈人来说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 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 才能略见踪迹 穆磊县历史悠久 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 梵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闲暇历史悠久 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小曲儿 唱个小调儿 遇照婚礼这样的大事 戏班子的一台大戏 自然是为人们辛劳工作的最好犒劳 一大锅扫子熬得正香 一天的活计忙下来 人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扫子面 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祖婚礼 进入了第二天 距离瓦尔西迭村五公里外的提兹那府村 新娘一组热加的男人们 正载掉一头毛牛和一只羊羔 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 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 请求祝福 之后 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 撒向厨房的墙面 祈求平安 其余的面粉 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 太克斯 用柴火烧热灶坑 然后压上牛粪 牛粪燃烧 散发出均匀的热度 将锅烧热 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 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 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 需要四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均匀 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 香气也越来越浓 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 直到它变成黄褐色 哈克斯又叫油面糊 没有固定的做法 塔吉克妇女通常都是跟着母亲学习 按照家人的口味喜好之作 所以每家人做出的哈克斯味道都是不同的 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 做好的哈克斯要放凉了站着囊吃 平常牧民们放牧时 常将哈克斯和囊一起作为干粮待在身边 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囊 囊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 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 在塔吉克艳遇里就有无囊不是家的说法 婚后第三天 新娘摘掉面纱 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活面打囊 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 烤好的囊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 这些囊会和养糕 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南方家 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囊的好坏 木垒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 接亲队伍浩浩浩荡荡回到南方家室 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流起了大秧歌 二位新人手挽着心醒 必挽着月亮 晚着你们美好幸福和梦想 喝下来 这杯永生难忘的交杯美酒 新郎喝了这杯酒 能给妻子倒白头 新娘喝了这杯酒 能伴丈夫杜春秋 掌声 在此祝福这杯幸福的家庭 跌离过后 喜宴正式拉开帷幕 这种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 可以容纳很多宾客酒餐 除了亲戚朋友 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 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 因此显得特别热闹 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 但这场浓缩了汉 哈萨克 葵 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 更加经济实惠 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 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 也就来得分外热情 充满诚意 阳光明媚的清晨 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 婚礼举行之前 新郎新娘各自在家 都要躺在床上 盖上厚厚的被子 直至大汗淋漓 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 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 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英迪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 而鹰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 从内容到形式 从内容到形式揭模拟音的动作 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 屋子里 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毛牛肉抓饭 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牦牛肉抓饭 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 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 俏丽健美而著称 到了婚礼这一天 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 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 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 囊 盐和水 象征爱情的永恒 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 红色代表酸油 白色代表奶 于是两人未来的生活富足美满 八月 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 许冰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 四十岁的许冰生长在乌鲁木齐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 今年夏天 最让他忙活的事情 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 而是自己高中同学二十年聚会 今天他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 就是已经在上海顶居十多年的老同学郭荣 许冰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 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 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不是人非 对于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 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 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 生活工作 生儿育女 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 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 但无论身在何方 老同学相见 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 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 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 许冰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 这里地处天山北路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维度带 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 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 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八大知名品种之一 每年六月到九月 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熔岩 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 而对于很多和锅炉一样 从内地回江的同学来说 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 是此行最期待的事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 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 就全身心放松 因为上海那个城市 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 真的是回到了自己 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 而且在那边的时候 吃最想最想的 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 比如说八条子 比如说凉皮 烤肉 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 所以在那边的是 在上海的时候 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 就是反正特别小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 经常会自己在家里做一点 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 这边新疆的味道 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 其实我觉得 不论到什么年纪 到什么时候 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 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每一种相聚背后 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奇愿 而每一种婚事所承载的 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 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 有的远走他乡 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 像候鸟一般 齐齐回到这里 感受亲情 品味故土 而更多新疆人 他们生于丝 长于丝 为这片辽阔的土地 骄傲自豪 也为这里的戈壁湖阳 魂牵梦绕 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 在西域粗粒坚硬的外表下 一定藏着一个阴柔 温婉细腻的西域 在新疆人眼中 脚下这片土地 有连绵的雪深 优美的草场 是最美的地方 在新疆 有香飘万里的瓜果 有熟也熟不完的美味 无论我们的脚步走到哪里 沙漠连着绿洲 河流穿越山脉 血脉连着梦想 最难割舍 生生不息的 还是新疆 今天为您播出的 是十五集纪录片 《新疆味道》的最后一集 虽然我们的节目播完了 但是我们探寻 美食的心还在路上 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要是有 推荐的美食 就请您和我们的 栏目组联系吧 如果您想了解 真实记录更多的内容 可以扫描我们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关注屏幕下方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真实记录 记录真实世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年 她的话很便宜 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 扫堂子 都会挂着她的话 不以为然的人 说这些话不忠不息 难登大雅之堂 然而 不管怎样 画出了 画出了她人生的率真 荣耀 画出了她 永远的悲鸣 与人爱 敬请收看纪录片 丰子凯